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 这个书现在已经变成了经典了 几乎每一个喜欢哲学的人都会看 但是你很难想象 这个书在刚出版的时候给尼采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当时尼采27岁 他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系的教授 这个书作为他的处女座 刚出来整个学术界整个学校几乎要排挤他 为什么 一个是写作的方法的问题 按照学术的要求的话就是 我得到了证据ABC推导出了D 这个D叫做悲剧的诞生 原因是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是你的结论没有问题 他有一个逻辑推导的过程 但是尼采没有 他说我听了瓦格纳的音乐 看了艾米尔这个小说 看了古希腊的戏剧 又听到了贝多芬的音乐 各种各样的东西 东一剧西一剧 最后喷博而出 我的感觉应该是什么 推导出了一个结论 说世界的意义是虚无的 而我们只能够用艺术去拯救这个世界 这个太野路子了吧 完全没有一个推理的过程 好像漏洞很多 于是有人说你这个路子偏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有人说尼采 你亵渎了你的母亲 什么意思 尼采他是研究欧洲的古典语文的 也就是你要在古希腊 古罗马的经典当中 包括圣经当中 去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把它发扬光大 继续阐释 但是尼采做的不是这个东西 他在这本书当中 讲了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日神阿波罗 这个是奥林匹斯的正神 就相当于中国的孔子孟子 你再去研究都没有问题 没有过度阐释的 但是这个九神迪恩尼索斯 其实算是一个民间的神 他的地位非常的低下 就好像你说 王宝川和释迦摩尼谈恋爱了 你说这两个人 怎么能放到一块去 相提并论研究呢 当你说出这个话题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玷污了宗教 玷污了历史了 而尼采在这本书当中 把日神和九神并列到一起 甚至说九神比日神更加本质 于是他的名声就臭了 这本书是尼采生前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书 之后全都是他自己自费出版的书 也就是这本书毁了他的职业生涯 为什么一个27岁的意气风发的少年 一个教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原因非常的简单 就是他是一个极度真诚的人 他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去解决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虚无的 但我应该如何去过活 一直困扰他 所以他进行研究也就研究这个东西 我们首先要引入一个观点 就是尼采他是非常喜欢书本华哲学的 当然后期是分道扬镳了 最开始书本华哲学说的是什么 就是重要的理论叫做生命意志理论 他说这个意志就是世界的本质 人的本质 个体的本质 而这个意志是什么 他说这个意志就是无法遏制的欲望 以及盲目的冲动 而这个欲望一旦得到满足 你就会觉得无聊 比方说我喜欢美女 但是每天都有无数个美女 向你涌来之后 真的太无聊了 我真的就清心寡欲了 另一个就是痛苦 就我特别希望能够吃到某一个东西 永远都吃不到 于是就变成一个执念 非常的痛苦 而苏本华他说 人就像钟摆一样 不断的在无聊和痛苦当中摇摆 世界也是这样的 于是世界毁灭的 人是无聊的虚无的 这个东西 尼采一看说很对啊 而且世界上很多的民族 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如何去排解这个虚无 毕竟人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 难道说所有人都去自杀吗 不可能的 于是他发现有两种解决的方式 一个像印度的佛陀那样 我必是 我就是清心寡欲 就是不结婚 不吃饭 就是去刻苦的修行自己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像古罗马一样 大吃大喝 完全的纵欲喝酒 一边是清心寡欲 一边是纵欲 走向两个极端了 尼采就想 有没有一个方式 能够正常的去排解这个痛苦 因为他是研究欧洲古典语文的嘛 他一看 古希腊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预言 在这本书当中讲了 他说 有一个国王是弥达斯的国王 他在寻找九神伴侣 叫做希勒诺斯 他问这个希勒诺斯 到底什么东西 对人来讲是最美妙的东西 希勒诺斯一直不回答 最后被苦苦逼问他说 好 你们这帮愚蠢的人类 我告诉你 什么是最美妙的 就是不要出生 不要存在 成为虚无 你以前出生了吗 你做不到这些了吗 那告诉你 退而求其死 就是立刻就去死 所以古希腊人 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古希腊什么炙铁饼者 那些雕塑 那些绘画 那些哲学 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有活力 他们怎么样 又能够看到世界的虚无 迹象上呢 这是尼采要研究的 于是他拿出了两个精神 一个叫做日神精神 一个叫做酒神精神 这就是悲剧诞生的主题 首先我们来说日神精神 就是阿波罗 太阳 阳光照到花 红了 照到草绿了 照到大千世奇 非常丰富的颜色 太漂亮了 但是这些东西 本身有颜色吗 没有的 他们只是因为有阳光 有反射 所以才显得有颜色 所以在尼采的说法当中 日神精神是什么 它是一种造型艺术 让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有了形状 同时它是一种 看起来非常美好的幻觉 它不是真实的 而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能够造梦 什么意思 我身高一米三 特别想打篮球 但是我就是够不着 那个框啊 怎么办呢 于是我做梦 梦到自己变成两米三了 脚踢奥尼尔 全打詹姆斯 非常非常厉害 这是我的梦 而这样的梦 不仅仅存在我的身上 全世界各个地方 每个民族都会有 比方说我们的宗教和神话 中国人 有些人是相信轮回的 他相信释迦摩尼 相信观音 这个东西是真的吗 不是的 但是他造出了这个梦 造出了这个造型 于是我们能够去找到 一个心灵上的慰藉 而在古希腊 这个特点会更加的明确 因为他的那个神呢 跟人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宗斯 他父子关系不好 夫妻不和谐 然后跟儿子的关系也不好 跟很多女子有染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真实的 有缺点的人 跟我是一样的 他能够混得很好 凭什么我不行 于是神能够给人带来指引 包括说在河马史诗当中 两边不断的在斗 其实不是说两个城邦 两个军队在斗 而是天上的神也分成两派在斗 地表的一切天上都在发生 所以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指引 这是造型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造型艺术不是说是雕塑和绘画 而是一切能够让你想到实体的东西 都叫造型 比方说一首歌当中 歌词就是造型 而歌曲就是非造型的 它是一种更加感性的东西 而歌曲音乐 它其实是属于日神的对立面 叫做酒神 酒神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很难去言说的 一种醉的状态 举个例子 在古罗马很多人都会喝酒 喝完之后到处吃东西 到处去交配 但是交配完之后说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你的挚爱在一起 他说不是 只是跟某一个人 谁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是一个人了 甚至是不是人你都不知道 但是你总之是把这种情绪给发泄出去了 当你在发现的那一刻 你是你自己吗 不是 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存在 这个群体变成一整个东西 这个你可以把它叫做混沌 可以把它叫做太一 可以把它叫做宇宙 甚至世界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再举个例子 尼采他说音乐合唱是属于酒神艺术 比方说当你在唱国歌的时候 你唱这一句 你还是你个人们不是的 你跟操场当中的每一个人 你分不清楚彼此的声音 但是这个旋律把你们凝聚成一个概念 叫做中国人 于是你就失去你个体的这个身份了 而变成一个集体的身份 这个集体的身份有一个什么好处 尼采要进入到悲剧当中去进行探索 因为古希腊的悲剧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古希腊悲剧最开始是什么 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在歌颂酒神的功绩 而这些人他们是通过唱歌的方式 唱唱唱唱唱唱 当你在唱的时候 旁边有些观众也会加入进来 他会被你感动的 于是这个歌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后来慢慢的发展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有一个融合 就是歌队还是存在 同时有些形象具体的出现了 他在演酒神的一些故事 于是他就变成了古希腊的悲剧 而且这个时候古希腊的悲剧 不仅仅只是在演酒神的故事 还演更多 比方说普罗米修斯 俄迪普斯 像普罗米修斯 因为他到了火种 最后被宙斯惩罚了 被吊在山上面 每天老鹰会着实他的心肝 非常非常的痛苦 这个过程周而复始 你会觉得太惨了吧 而这个惨是什么 就刚刚说了 因为你是酒神艺术 你是合唱的 所以你已经忘我了 你是融入到一个集体当中了 这个痛苦是普罗米修斯的痛苦吗 不是的 是人类种群的痛苦 你当然也在这里面痛苦了 再比方说 讲到俄迪普斯 是父取母 你就是逃不出命运 这只是普罗米修斯逃不出吗 不是的 你也逃不出 每个人都逃不出 世界也逃不出 于是酒神艺术 会把你个人给抹杀掉 让你变成一个集体 而这个集体有什么好处 比方说 今天我看到周周在受苦 我跟他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说这人太惨了 我很幸福 这是一种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状态 但如果说是人类 真的变成一个共同体的话 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 命运的痛 原罪的痛 那这个我避不掉的 我只能够去直面他 而直面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知道痛苦了 然后我接受他 在这个基础上 能够很好的去生活 这是第一层 还有一层是什么 如果你把人视作一个整体 世界 是不是跟我就是一样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 一个艺术品 比方说 你今天要做一个小板凳 跟爱因斯坦一样 第一个做的不好 放一边 做第二个 第三个 都不好 最后做第十个 这个不错 那前面的那么多的悲剧 其实只是一个一个失败的艺术品 最后总会有一个好的 而这个好的东西 其实能够给你带来快乐和慰藉 而之前那么多的痛苦 其实不是很在意 所以尼采 让你在失去自我的过程当中 让你被九神艺术给薰陶完了之后 让你上升到一个更高维度 就是你自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它是一个艺术的东西 所以尼采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世界一定是虚无的 没有意义的 如果非要给人生安上意义的话 那就是艺术 这是唯一能够去解释的 既然艺术能够给人给世界带来意义的话 那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做得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 你就可以完全去抒发自己的个性了 所以尼采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肯定了个人的价值的 但是它继续往后去推 说发现了一个很糟糕的问题 就是从欧里比德斯开始 古希腊的悲剧 它不再注重那些大的问题 比方说命运 原罪 人的群体 而是开始关注一些个人的悲剧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刚刚我说的 你面对陌生人的那种漠视感 你的悲剧吧 你太惨了 但是跟我没关系 我回去还是好好吃饭 那这个时候那种共情感就消失了 所以悲剧就变成一个纯粹的看戏 那种快乐反而就是 我看你混得不好我的快乐 它跟那种集体的痛苦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够直接去面对痛苦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其实也会面对 这种糟糕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沉浸在这个情绪当中 所以大家看现在看电影 旁边幕还是要拉上的 必须眼里面只有这个屏幕 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投入 这是一个实际的应用 但是在说完欧里比德斯之后 尼采在这本书当中 后面花了非常大一段 他在批判的是另一个人 这个人很厉害 叫做苏格拉底 说苏格拉底代表一种技术科学的精神 它是什么呢 就是人要把所有的哲学 掰扯得非常的清楚 把一切的技术分得很清楚 比方说界门钢木科书种 鸟和土拨鼠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要分清楚 而你分清楚的目的是什么 认识你自己 你真的能认识你自己吗 你真的能够认识这个命运吗 比方说现在我们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汽车啊 高铁啊 你真的能超过光速吗 你知道那是一个方向 但是你超不过 这个时候你会知道技术和科学是有局限性的 于是你会陷入到一种癫狂 在中国古代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尝试 比方说道家 他开始炼丹 希望能够飞升长生不老 但是你做不到 最后你看到道家是什么 就是我变得非常的清心寡欲 其实他最开始的目的不是那个 他是希望通过技术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不了 所以在尼采的眼中 纯粹的理性 科学 技术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会让人陷入到一个更大的悲哀当中 你知道技术和科学是拯救不了人类的 你觉得我们现在能够通过科学 让人生变得有意义吗 不行的 你最后只能够看到那个无底的深渊 但是当进入到无底深渊的时候 你才说 哎 他跟我的九神精神又打掉了 因为全世界都通过科学这个弯弯绕绕的路径 认识到世界的本质无意义 我没有办法改变 于是这又进入到一个更大的痛苦了 人类集体的痛苦当中 所以最后你通过什么方式去排解 还是只能够通过艺术 所以这就是在悲剧的诞生当中 他研究了古希腊的悲剧是怎么出来的 他的一些机理是怎么样 同时他讲到了艺术 是唯一能够拯救你人生 让你的人生有意义的方式 继而让你的个人变得更加有意义 所以这就是尼采的处女作 而这本书当中 其实最后再留一个小扣 大家自己去看尼采其他的书 就是尼采有的时候会有些犹疑 他不确定艺术真的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他不断地在摇摆 但是大概率还是说 我们还是相信艺术吧 这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